11月30日,2023中国恒店文化娱乐和旅游博览会在恒店盛大开幕 展会持续三天,共吸引万余人次参观参会 本次博览会以推动文化娱乐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为目标 通过展览展示、主题论坛、招商推介会等产业赋能交流活动 为参展商、采购商、文旅业界人士、游客提供一个集展、会、商 由于一体的创新平台 展会期间,中国服务旅游产品创新大会、沉浸世家大会、东阳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 文旅IP融合创新发展论坛、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论坛、长三角文旅创新发展论坛等20场论坛活动同期举办 文化旅游部、中国旅游协会、浙江省文旅厅等有关领导以及专家学者、微博、腾讯、抖音等企业高管及代表汇聚东阳 共同分享探讨文旅行业发展趋势、交流互建、业务拓展、期待打造出更多的文旅爆款 以推动中国文旅行业进一步融合和发展 本次博览会举办地恒电影视城是中国著名的影视梦工厂 近年来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将影视文化与旅游休闲融合 有力地推进了影视旅游家行动 使恒电成为一座富有浓厚影视气息又能满足多种文化需求的休闲小镇 本次博览会期间 与会嘉宾、参会者深入恒电各景区 充分领略了这座影视休闲小镇的魅力 本次博览会期间